大家好 我是陈寗 今天呢 我们来这位 brother 家里可以看到他还是毛配屋嘛 那这位 brother 买了什么呢 他买了 Boommaster 的 BC 150 就放在地上那个格子的地方 这个我有另外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看那支影片 就是这位 brother 买这个 Boommaster BC 150 跟他整个家里的空间配置 其实呢 再次强调 BC 150 真的没有那么大 任何一个小家庭都放得下 BC 150 都是可以的 只要有梦就要去追他 其实呢 我以前也觉得 BC 150 很大 因为图片看起来很大 但是实际呢 去看现是他实体跟他整体比较之后 才发现 你家只要放得下 F1-10 就放得下 Boommaster BC 150 所以 熙先生要不要来一套啊 可以帮你家变 BC 150 呢 好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呢 当你有一套这么好的音响的时候 通常我会建议你家的网路 一定要一起到位 那很多人会说 在网路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听音乐吗 但是呢 其实我过去花了非常大的力气 告诉大家 其实 现在身为一个现代人 家里的网路有多么重要 你不管是手机在那边滑你的 YouTube 啦 滑你的 Facebook 啦 或者是 你现在看我的影片 其实 你都可以感受到网路频宽 还有你无线网路顺畅的重要性 有的时候我说影片一点 4K 立刻就会变 4K 啦 陈寗的影片画质那么好 就应该要 4K 啦 可是你不觉得 你每次看陈寗就是 你们都是格子 那为什么 因为你家无线网路没有做好 但如果你有做好 你的手机又跑得动 你用的是新的 iPhone 新的 iPad 那么 其实也不用新的 因为我妈妈用 iPhone 13 Pro Max 她也是用得非常好 她每次都说 儿子啊 你的画质真好啊 就是因为我们家网路用得好 那所以这个我其实拍了很多影片 告诉大家网路应该怎么办 但是 今天我们来聊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 这个网路的机柜该怎么设计 在这位 brother 家呢 他的机柜是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他的冷气风管会拉一条进来 因为他有 NAS 有网路 还有讯源那些东西 所以其实机柜里是很热的 所以 直接一劳永逸 拉一条冷气管进去 让裡面可以维持冷是OK的 那你说 陈寗 可是谁会冷气开整天 我只能说呢 大多数会买这样音响的人 冷气都是开整天的 而且 其实呢 之后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你整天都开冷气 跟你只有热瘦才开冷气 其实是差不多钱 没有那么贵 但是呢 你说为什么要放在这里 我们先看一下这位 brother 本来规划的地方 这位 brother 呢 他本来 其实不要说这位 brother 大多数的人 他通常 一开始的这个网路设备呢 都是放在这个地方 就是所谓的 弱电箱 通常都是放在这个地方 那 很多人都会说 我建商送了我施耐德的网路的那个8port 也蛮高级的 后面还有个 Netgear 但是呢 我会说啦 这个东西 或许对一般人来说是很高级 可是你知道在我们这边 动辄 Unify 开起手是 Unify 收手还是 Unify 情况下 这样的东西 说真的 我会当 我刚刚跟那个 brother 说 你就当他是一个空箱 我说我没有那么好听 但就是一个空箱 里面的东西 我们一概无视他 连那个中华电信的小乌龟 都不放在里面 中华电信的小乌龟的出口 是这个地方 可是我会建议 直接把这个小乌龟 请中华电信帮你挪到鸡柜里面 为什么 因为小乌龟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烫的 如果你用的网路用的非常大量 什么叫大量 你家有两个人三个人 然后每个人都会同时划 Facebook 会划 YouTube 会打视讯 那样子就叫做用量很大 那这个时候呢 小乌龟其实他所产生的热量非常高 那你知道小乌龟这个东西呢 中华电信一向是用招标的 所以谁便宜用谁 你不能去期待一台小乌龟 有非常好的效能 所以小乌龟的散热至关重要 我的小乌龟都有自己的风扇 帮他散热 哪怕他是吹冷气的 依然需要散热 那他在非常良好的冷却状态下 他做 Bridge 的工作 之前我们有另外一支影片讲过 就是你不应该让小乌龟去做拨号 那一支影片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让他去做这个桥接的工作的时候 他才能够做到最好的工作状态 那其他包括你的 UniFi 的那个网关 就 UDM Pro 或者是你的 Switch 或你的 NAS 那些东西都是无时无刻 以 40 度到 80 度之间的温度在运作的 而这些东西呢 他的工作时间是 24 小时 你的音响呢 可能说我今天躺在床上 我要睡觉了 所以我的音响没有在听 音响在休息 可是你睡觉前 我还滑一下 Facebook 好了 他在工作 你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手机自己在备份 iCloud Switch 在工作 你今天早上起床了 我起来 我又再滑一下我的 Line 看一下人家跟我说的早安 你的网路又在工作 他的工作从来没有停过 所以他的热度是无时无刻都在运作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散热就非常重要 你把这样的东西塞在 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弱电箱里 那是完全没有散热的 那样子你说 家里的网路怎么顺得起来 所以 你的网路设备 千万要记得 虽然呢 网路设备真的买起来 跟音响相较之下是不贵 可是呢 因为他负担着 你全家的整日 从工作到娱乐 甚至你只是开个 Hat Siri 开个灯 开个窗帘 这些东西都要靠你的网路来运作 所以你的网路怎么可以 不好好地用他呢 把他弄好 让他稳定的工作 才是你 置办了这个美好的家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尤其是现在 从你的音响 上到音响 上到你的工作 下到 你只是开个电灯 都需要你的无线网路来帮你完成 一定要把他做好 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有 这个问题或想法 欢迎影片下来留言 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 如果你有一套音响想要处理 那么呢 在这边有QR Code 扫QR Code 告诉我你的空间 你的预算 你的音乐需求 你喜欢听什么音乐 或你的音响要做什么用 你是纯音乐或是剧院 或者是打电动 这个会 有不一样的搭配方式 告诉我 我来帮你搭配 今天就聊到这里 那顺便提醒一下 在资讯栏里面 有我们严选商城连结 里面有已经搭配好的音响 你可以先看一下 因为呢 他的外形差很多 你可以先选你喜欢的外形 我们再来讨论他是不是适合你 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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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